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 真的就是因为你有经历了你对戏啊对人物啊确实是更多的这种认识和感动 是的 而且我觉得像生完小孩子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角色不一样 角色不一样 然后生完我女儿之后好像我一下的戏路就宽了 突然间生活make sense 然后我对每个角色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再演妈妈 因为之前我就演过妈妈的角色 再去演妈妈的角色 我就能把握的更好 就是人物的动机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清晰 但就是当然可能突然间你就会被cast到30到50这个角色 我问我从最大的是55岁 我拍过55岁的 就是一个过程还是说直接就拍我 直接就拍我 就是他当时写的 我是agent 我是manager给我submit 写的是55岁的 上海西斯比克 然后我 还要说那个上海话吗 对 说上海话 然后他给我submit 然后我就 后来就把我给 但我不会讲上海话 我是现学的 然后就把我给cast上 然后但妆容啊什么的 就让我更像 然后就看 因为人老仙老奸嘛 你就看你走路 你的神态什么的 就要更瘦敛 我第一次演 也是演一个老头 那次化妆 把我画的怕了 就是整个弄皱 你是演爸爸吗 是演爷爷 那我 那会跟我讲的不是一个 看过你演爸爸的 那个是 是演一个老人院的 那个老头 化妆的怎么样 就化妆化的 当然化妆 其实化老妆 并不是太好化 很容易看的 就挺别扭的 那次也是化的整个就是 那个皮 然后吹皱起来嘛 然后两天还化的 不同一个人化的 化的还不一样 然后最后卸妆 就整个 我自己撕下来 不容易 对第一次是拍 拍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那个是蛮久以前 后来我就 那次是那么偶然 那次机会 后来我一直都 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敢去试镜 特别怕 就是因为那一次吗 不是因为那个试镜 导致我不敢 是 那个是很幸运 就是说 我随便问他一下 他也最后就要我了 然后 但后面我 当然会有看到一些角色 我蛮想起演的 但是我不敢去试 为什么呢 就是 胆怯啊 以前 疫情前 试镜是要 那个面对面去 试的嘛 我特别怕这种 就在导演面前 但现在呢 现在你感觉 现在我 因为我 你看疫情开始的 所以好多都是在 那个 self tape 做的 那不一样 就我真的 in person那种 audition不多 我没有做过很多次 可能就 两三个 三五个 最多 就 都是 self tape 因为 self tape 就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self tape 我最喜欢的audition的形式是zoom 就不用自己set up 包括挪家具啊 set up 有灯光 然后又剪辑 要给他送过去 我最喜欢就是zoom 你还能够看到 对方的chemistry 然后 你还能够 不用太多 自己过于的工作 也不用自己录 对 也不用自己开车 看一两个小时去吃惊 我是self tape 比较那个 我比较 目前来说 比较适应这个 对 然后 in person呢 我还得到时候 慢慢去适应一下 都还好吧 你觉得in person会很快再回来吗 你像那个callback 我觉得应该就会 是当地的话 就肯定是 callback有道理的 这样的话 是 我现在还是 进步了不少 就是说 虽然是怕 但是还是 基本上ok了 因为原来可能更多的还是很表面 很表面你就虚嘛 现在你就说 更深入了 对 你对这些的准备也更多了 然后对他的理解也更好了 那你就没有那么担心 所以其实你并不在意你前面站着 坐的是什么人 或者多少个人 你前面就有一个fourth wall 对 你前面就自己设一下 还是家庭的厨具啊 晚贵啊什么的 你就不会去看他们了嘛 你就更多的是在 做你该做的事情 是 我记得我刚开始 有一次试镜的时候 那次试镜啊 我是刚刚开始去表演 刚刚找到了一个agent 然后是一个 就是一个沙发床垫 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连锁公司 然后我广告 然后我跟一个 他们临场配的一个 我的一个朋友 后来变成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以后好哥们就觉得试镜 他说 OK look at a camera slate 然后 Hello my name is Maureen 然后就开始怎么怎么样 然后OK give me a profile 然后那个哥们就 Look to your left Look to your right Oh profile 对 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就没有学过 没有教过 你知道我最早拍 那个试镜的视频 是怎么拍的吗 怎么拍 完全是按那个摄影师的那个 就是说 去看剧本的 就好像把自己当成摄影师 那种角度 就导演角度 对导演角度 就是比如说 他从那边走过来 很远的地方走过来 我就真的 把镜头放得很远 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 甚至是背对着镜头 去表演的 那就是 后来就觉得特别可笑 你现在才知道 就是你要尽量的去简化 那些就没必要的东西 重点是 你这个 这个人物的表现 都是财富 现在觉得 我也不觉得自己 可笑呀尴尬呀 我就觉得 现在回想起来 还挺好玩的 是 没 那时候无知无畏 也没什么 现在只是觉得 是一个过程 也挺好玩的 对 但说实话 表演在某种程度上 让我更加的 了解我自己 就是在 self-identification 就正 了解我自己 更擅长什么 包括自己的情绪 的管理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是非常棒的 一个经历 对了 你还记得 就是那个 麻将馆的那场戏 那场戏的时候 看我女儿 正好十个月嘛 我们都在现场 对 我不介意料 因为我当时 刚刚做妈妈 然后十个月 她还没有断奶 我当时十个月 我刚开始 签到agent 就是 Marlice Chauvinian agent 刚刚签到agent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Let you know I'm pregnant So if you have any real pregnant woman Let me know 她真的是给我 submit了很多 就是real pregnant woman 但我都没有真正的去 就是想去 因为我就当时的 我的priority 已经就是想转过来了 就是 想转到家庭这方面 但是你当时 告诉她的时候 还是想 就是如果有的话 你就 结果来了 你就没有 没有 就是真正的去 想去抓住她 但 等她 她十个月的时候呢 我就想 想再试一 因为那个时候 就想出来 想再体会一下 因为你就像一个 muscle memory一样 如果你要是不用 真的会忘记 怎么去演 你真的是会忘记 就是镜头在哪里 然后就是跟对手演员 怎么build你这个chemistry 包括各种各样技巧 后来就有几个 小的学生电影 还有一些短片 然后我就有参与到 但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挑战 对我来说 就重新出来 一个重新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面对一个新的自己 那个时候 我在孕期 胖了四十磅 然后到现在 可能还有十几磅 没有减下去 然后在我们一起 拍麻将馆的 你原来多瘦啊 原来也不是很瘦 但自己的体力 和自己的胶原蛋白 你会感觉到 是不一样的 就在体力方面 觉得没有像以前 那种状态了 在我们拍麻将馆 那场戏的时候 我就 我还掐着点 就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还要泵一次奶 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但对于我来说 很宝贵那些经验 对对 这些是我们体会不到的 你们确实更难得 期待我们再一次合作 什么时候又碰到 你在同一个片场 好呀 实在不行 你写一个 让我和大家 我在后面可以 给你打一酱油 我觉得你要做导演 你肯定要 慢慢你就把你的故事 开始写出来 有开始写故事 有了 但是我写故事 全都是打了几个头 我都没有真正的去结尾 没关系 然后你知道我有几次 就是在 就在梦里 梦到几个 非常清晰的几个故事 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 大概的情节记下来了 但没有 就是都是没有一个 都是一个loose ending 都没有结尾的故事 但开始的时候 都是 让我记下来了 可以写出来 也等于像给自己一些 踢自己一脚去把它给 就写出来 而且现在有些 你可以参加一些剧本的比赛 什么的 原来想写一个 我原来想写一个feature film 写了三十多页 然后就停在那里了 然后又想写另外一页 快快完了 至少要 三分之一了 对 很难啊 然后就 就停在那里了 然后又 想写另外一个东西 又写了一段 把这个character development 做完了 现在又停在那里了 现在相对于之前来说 照顾孩子是 是更 轻松了呢 还是更忙 更轻松了 现在会走了 但是至少有个交流 我觉得每天他都是 他的这个software 都在不停的升级 你可以那个 我介绍你一个朋友 他 他会给自己有一个 叫做writing的 那个 叫啥呢 挑战 就writing的挑战 就是一百天 比如说一百天 每天写一页 这样的 他也会跟其他的朋友 一起鼓励 就是大家来一起 你写的是各自的东西嘛 但是大家互相鼓励 我今天在写 你也在写 或者有时候 他们还直播 他在写 就其实也看不到 你还写啥东西 对对对 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管控 其实有些时候 这些方法是有用的 对 他就把一些 复杂的事情 变成了你 只是去 看到对方 或者看到这样 你就自己 一天做了这么多 然后一百天 一天之后你就真的完成了这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就想去一起去 gym training 或者你喜欢冲浪 可能自己就不想去 但有个朋友说 哎哈利一起去冲浪 然后就大家 而且你看 我停了 我最近因为天气的原因啊 冷啊 还有下雨啊 呃 停了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了 对 现在就有一点惰性了 对呀 你就觉得 比如说以前 我比如说 啊 后天星期天 到了 那我是肯定要去的 就就不 基本上没有一个问号说 我要不要去 但现在停了两个月的时候 那你下个礼拜要不要去是很自然 就可以不用去 完全是能说服任何人的 说服自己 对 就需要对方 给你一个 是是 所以就是有时候坚持的东西 不断的做 做做做 一定的时间 你就有一个成果 是 对 我记得我上表演课的时候 有一 有一那个老师呢 就是说 你跟 你的 也不是saint partner 就随机的一个同学 就站在一起面对面的 然后说 从 你又把自己的分贝 想从零到十 从 从I love you 开始 然后一直到 I hate you 然后再 就I love you 从zero to ten 对一个完全 同样一句话 从zero 对 从同样一句话 从同样到最高 然后 但你这是完全 没有见过面的一个人 而且你们两个 离得非常的近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慢慢 从zero 到ten I love 就歇斯底里的喊出来 然后再从 I hate you 从ten 到zero I hate you Lan Lan I hate you 到最最小的声音 就每个人的体会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把你的 就所有的 wow 所有的 就是保护层 全都给你卸下去 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非常近的面对面 对 就是 这是一个 他们 体验和训练 我说的那个 现在就是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sing 有一个sing 那有个sing 他说你先不要去看这个sing 你先听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指导 就是instruction 他说 meizner的方法来去记这个 就memorize 就是怎么呢 你把你的line 挑出来 把你的词 你不要管对方的词 把你的词全部挑出来 挑出来 而且不要有任何标点符号 全是串起来 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串起来 当成是一句话 你就去背 他说 我要你不是百分之百要背出来 你要百分之二百背出来 就像记你的身份证号码 记你的那个ID 记你的手机号码一样 就 一问你就说出来的 就不用思考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跟对方去演 就不一样了 对 你很舒适 你已经没有去那种 去记词的这个任何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吵架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对话 那我们会就没有这些方法的时候 我们会记 你说到哪句话 我该说哪句话 这是最初级的 那一看就你在等词 在接词 是吧 那他说如果你是吵架的时候 你两夫妻在吵架 你会在知道他说哪句话的时候 说哪句话吗 对 你根本就不是 对 你只是知道你的 你目前我们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要吵 我们吵到什么程度 是的 我们前面发生了什么 对 还有什么事情 还有什么级张 那真正吵起来 那就不是去对词了 那就跟把那个词就要丢掉 很多我看很多拍吵架的戏 和很多饭店的戏 他们全都是improvise 进去前几句词是记的 其他全都是几台摄影机 架到不同的位置上 然后就一起最后剪 全都是一次合成的 对 就这样的话可能效果更好 现在这个课的话 也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准备嘛 准备到你得200%的记住 这些词的时候才能去上台嘛 然后还有可能我肯定是不会 这么早上去 那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英文的 我可以给你share一个 很好的记台词的方法 是我最近学的 我觉得每个人 其实他们的技巧都不一样 但这个我觉得对我挺有用的 你看英文的台词 就是几句几句 I saw a cat today at a post office 就把签名 I saw是s A C 把那个第一个字母 把第一个字母写下来 然后你自己写 就是I 写完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剧本撇开 看这个看你能不能说出来 能说你就记得 说两遍的话 你把这个扔掉 你就能够说出来 这大片子都能够说出来 这个方法 对 对 我这个 到时候我要看看 后面 他说你到时候 你会知道很神奇 会的 因为你听对方说 和就对词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lies are lies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上表演课 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方法 对 当然 我们的那个表演课是 每一场scene 要present三次 就三节课来present一个scene 第一节课是character presentation 就是像我们两个坐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两个演夫妻 然后问你说 哈尔林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工作 你小时候什么环境 把这个人物小转 小转 对 然后去 清楚 第二天的时候 你只记五句 只记五句台词 就是整个的前面的五句 五句 其他的全都是improvise 因为你对你的人物已经熟悉了 知道该说什么话 无论是在餐厅啊 还是在吵架 还是在怎么样 所有的 对人物的理解 就一起合成了 你就看角色 把你带到哪是呢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至少 对人物感情是挺有帮助的 但下一步就是 你要去记台词的基础上 然后再去把情感表达准确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